首先我们来看字符流是什么 字符流呢是可以直接读写字符的L流 那为什么说它直接读写字符呢 它是怎么读的呢 我们要知道计算机存储的是什么 是不是字节数据啊 大家来看啊 字符流读取字符 首先要读取到什么呀 字节数据 然后转换为字符 然后写出字符的时候呢 需要把字符转为字节再写出 所以呢它中间有一个转换动作 读的时候我把字节转成字符 写的时候我把字符再转成字节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reader这个类啊 file reader的一个最顶层的机类reader 那么reader呢 它是一个L包下的 然后它是一个什么类啊 它是个抽象类 所以我们不能直接用它拥对象 找它一个子类 就找它一个实现类 来看看子类有没有file reader 有没有啊 没有对不对 那个同学说有 这是吗 哎这个不是啊 但是呢在这里面有个input stream reader 这个input stream reader呢 我们在今天要学的啊 然后现在点进去看一下 先不学它 但是我们今天肯定要学的 它有个直接子类 叫做什么 file reader 这个file reader 就是我们现在要学的 file reader 它跟我们这个file input stream很像 也是直接操作稳件的 好我们来看它里面有什么方法 有什么方法啊 说没什么方法啊 而它的方法都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它继承的直接附类 或者是间接附类 好那现在我们就用一下吧 在这里我们创建一个类 来 demo1 叫做file reader file reader R-E-A R-E-A D-E-A File reader 然后呢 我们来一个file reader file reader R-E-A D-E-A FR就等于了 你用一个file reader 那么它跟我们这个file input stream很像 也说 它要读的时候 是不是也得需要有这么一个文件来去读啊 那如果没有这个文件的话 比如说XXXTIT 它没有这个文件的话 是不是会报错呀 好 这有一场 我们把这一场抛出去 Ctrl加1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直接运行一下 那运行 看怎么了 是不是出现file not found的一个障碍者啊 就是文件找不到一场 那好 我们需要有这么一个XXXTIT 然后右键点新键 来一个XXX.TIT 在这里面呢 我们写一些中文进去 它不是可以直接操作字符吗 咱们就写个中文 大家好 打开好 对吧 好 那么来看这边 那我就可以通过锐的方法去读取了 我们来看这个锐的方法 大家来看 它的直接负类是不是有锐的方法 来点进来 看一看锐的方法 它返回什么 说返回是一个int 而且它说读取的是单个字符 那么这里说得很明白 说读取的字符 如果已达到留的末尾 则返回是-1 是不是跟我们这个 file input stream 读的时候是效果是一样的 最后结果也是-1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这样写了 来看一看 先看读一个 然后一会儿呢 咱们就可以写循环了 那么解这个循环 其实跟怎么样 是不是跟我们这个 file input stream 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把字节流学完之后 字符流都可以去自学的 让我们来看 fr.read 这是读取一个字符 然后呢 soso打印这个x 我们来一个fr.close 把留关掉 然后来就行 输出这样一个结果 那你读的是个字符 但是现在这属于什么呀 是不是类型提升了呀 那我想要字符怎么办 我就可以怎么样 是不是这样写了 好 我在下面写 叫做xc 就等于向下强转 是不是就可以了 强转这个x 然后我们打印一下这个c 来再运行 大家看 大是不是拿到了 那么既然我们知道 我们读的每一个字符 都可以向下强 向下转型 然后把它变成字符 而且呢 留的末尾返回值是-1 我们这个程序就可以怎么样 是不是优化一下了 优化一下 Demo Demo1 然后我们接下来来看 Ctrl-C Ctrl-V 我们来一个int int-C 这里面一定要写int 不能写差 因为read方法的返回值类型 是一个int类型的 好 来一个well 括号括号 C就等于了fr.read 那么只要是不等于-1 人不说末尾是-1吗 所以只要不等于-1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说不断读啊 那不断读的话 我就对它进行不断的去打印 那么打印这个c 我们看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可以对它去干嘛呀 是不是进行强转啊 来一个x 然后最后呢 把这个流给关掉 fr.close 好了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看效果 来运行 再来看 大家好 有同学说 老师怎么出现换行了呢 这个换行了谁起的作用 是咱们这里面这个ln起的作用啊 Print-Lan 然后把这个ln去掉 再来看 运行 大家好 没问题吧 那这样的话 我就把这个上面的每一个中文 都读取到了 那么这些中文在我们这里存储的时候啊 它也是以字节形式去存储的 然后呢 我在读的时候 我为什么能一个中文一个中文读到呢 为什么能整个字符去读到呢 这个就是马表的功劳了 就是我们有一个GBK马表 曾经我跟大家说过 我说中文呢 它的两个字节 基本上都是以负数的形式体现的 两个中文 基本上都是以负数的形式体现的啊 然后后来通过它的升级之后呢 中文的第二个字节可以是正数 但是第一个字节绝对都是负数 那么第一个字节绝对都是负数的时候 我们这个GBK啊 在去读取它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马表 是不是GBK啊 在读取的时候 发现第一个字节是负数 然后呢 它就一起读两 发现第一个字节是负数 就一起读两 然后再发现是负数 再一起读两 再负数就一起读两 所以呢 它在它之所以能够每一次读一个字符 是通过我们马表一次读一个字符的 明白这话意思吧 好 那么在这里我写一下啊 这叫做通过马表 通过平台啊 通过项目吧 就是平台了 项目默认的马表一次一次读取一个字符 那么这就是file reader 当你学完了这个file input stream 再学它 是不是很容易啊 基本上差不多的啊 只不过说一个是操作字节的 一个是操作字符的 好 这个字符点呢 咱们在这保存一下 好